大家好 我是哥哥 今天是在阿姆斯里研究科学的一天 我们依旧要做好玩的东西来坏 啊不对 来造不群众 先拿铁块铺个底 大家觉得就像什么呀 没错这就是坦克 啊 怎么说不像 少废话 我说它是就是 刚开玩笑的 真正的坦克肯定是要有炮口的呀 等等 我这就答一个 答好了 既然观众朋友们那么强烈的要求 那我当然不会辜负众望了 来人 上色 一辆坦克就这样做好了 看着健康的颜色 和树木完美的融为一体 开爆 诶 怎么还会受伤啊 坦克难道还是个动物不成 开火开火开火 森林都给我烧起来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中午早上晚上好 这里是海可乐的五千新闻播报 难得小森林不发大火 无数树木惨遭毁灭 这到底是人心的秘密还是道德沦丧 欢迎收看三里七一 前进冲呀 给我撵过去 哎 太强了 要不绕路 不行 我是坦克呀 坦克怎么能绕运呢 看我把整个山给炸穿 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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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炸穿了 走不动 呃 好像洞口不太大 被卡住了 我就是传说中的水路两溪坦克 区区池塘是挡不住我的 结果还是撤上去了 这附件好像有点深啊 目标村庄 全新坦克准备 咚咚 开火 这弹药怎么光着火 炸方块呀 换一种试试 哦 这才是我想要的嘛 哔哩啪啦一种乱炸 小村庄里一分钟都抚不到 哦 我是不是又把自己卡到凤林里面 吉安在地狱 那我就放一个雪球做个坦克吧 看看会不会被融化 哦 好像不会 开炮开炮 怎么感觉地狱太空旷了 好像站起来不是很爽 我要在岩浆上开坦克 好吧 我在做梦 吉安来到了墨地 那我们得给坦克弄点其他适合的颜色 比如说紫色 哦 这也太漂亮了吧 那么是时候挑战墨影龙了 啊 事实证明 打墨影水晶永远是挑战墨影龙 最困难的环节 什么嘛 我射的还挺可的 乖乖乖受死吧 不许跑 给我留在这里 哇 这也太黑了吧 墨影龙飞起来就会背景融为一体了 我都找不到 还是最后也写 不要走不要走 让我把你炸完 nice 成功尽上墨影龙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了 喜欢小伙伴点关注 可乐情景和可乐呀